说到水果夏天要减肥 水果也是不错的选择 但是不要挑错水果 否则越减越肥 比方说大家很爱的西瓜 小小一片呢 这等于是三颗方糖的热量 还有台湾最好吃的芒果 一颗这个芒果吃下肚 你就等于是吞了六颗方糖 鲜艳的红色果肉 看起来多汁又消暑 不少爱美女性喜欢吃水果减肥 但如果把这些水果换算成方糖的量 恐怕会让你跌破眼睛 像是现在盛产的西瓜 因为本身含糖料高 小小一片就等于三颗方糖 一斤就是六颗方糖的量 八分之一的凤梨也等同三颗方糖 换算下来一整颗凤梨 就是二十四颗方糖 而不管是冰品店还是饮料店 都爱用的芒果 二分之一片也是三颗方糖的量 吃一颗等于六颗方糖下肚 我是觉得这样还蛮可怕的 因为现在好像什么东西都不能吃 然后什么东西都很甜嘛 专业的建议还是希望能够在均衡饮食架构底下 采用低卡高鲜的这个状况 然后再加上适当的运动 营养师强调即使要减肥也得均衡饮食 绝对不能依靠单一水果或食物 想要减肥的人可以选择巴勒 苹果和番茄一些高鲜低糖的水果 不然恐怕是越吃糖分越多 结果是越吃越胖 众志新闻吴迪锐胡卫婷台北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